这个木屋底下居然爬出一个长发女人 她身旁围满了苍蝇 腹中还怀有磨胎 为了防止半人半磨的怪物降世 村民们想杀了长发女人 可对方早已不是凡人之躯 这些接二连三出现的怀孕少女 最后全被抛妇取胎而死 他们到底遭遇了什么 这就是本期要讲的土耳其恐怖片《魔灵之子》 一位纽约记者奥利来到土耳其 探望她怀孕的妹妹玛拉 对方多年前就来土耳其生活 她将姐姐带到自己的公寓 不料晚饭时 奥利被一个奇怪的东西刺伤 马拉急忙过来 她手忙脚乱的烧掉那个怪东西 奥利觉得妹妹自从怀孕后就变得很奇怪 所以问她孩子的父亲是谁 以及桌上为什么有那么恐怖的东西 马拉没有多说什么 反而递给姐姐一张照片 上面有一件白色的袍子 据说只要穿上就能避免魔灵的攻击 马拉一直在研究这种服饰 直到不断有人打骚扰电话 寄来一些奇怪的录像带过来 似乎在警告她 不要再继续调查 奥利想劝妹妹回纽约 对方却异常固执 声音好不容易入睡的马拉 突然听到镜子碎裂的声音 她立刻起身查看 一路来到仓库 谁知眼前的柜子猛的打开 瞬间钻出无数苍蝇 马拉的尖叫声传遍屋子 奥利听到后过来找人 结果看到马拉惨死 肚子里的婴儿被人挖走 警察检查了整栋房子 没有任何闯入的痕迹 只能将马拉的前夫判为嫌疑人 奥利在案子结束前 绝不会离开土耳其 她去找妹妹的同事询问 对方竟然不知道 马拉怀孕一事 妹妹为什么瞒着大家 奥利百思不得其解 同事担心奥利人生地不熟 就把她带到自己家赞住 几人在一起聊马拉的事 提到当地的诡异传闻 有位名叫阿伟的女孩 找到了驱魔避邪的白袍 穿上后却离其怀孕 又惨遭人杀害 死法和马拉非常相似 奥利带着一堆疑问入睡 却突然被妹妹的声音惊醒 紧接着一个怪女人出现在床尾 等奥利彻底清醒时 已经是第二天早晨 警察有急事把她叫到警所 马拉的房子附近有监控 案发刀碗 有一个黑衣男留进她家 走时手里还抓着刀和塑料袋 警方迅速突袭前夫家 在那里发现了沾血的外套 不过前夫已经开枪自尽 还留下了一封遗书 说她和马拉的孩子已经变成天使 除此之外 马拉指甲检测到皮肤组织 如果DNA和前夫匹配 那此案就可以结束了 奥利提起那个叫阿伟的女孩 想知道她和妹妹的死法一致 是不是有什么内情 警方却说 也许是前夫知道这个故事 所以特地模仿作案 奥利临走时 去看了看马拉的尸体 她肚子上还有一个丑陋的缝线 这时一只苍蝇从中飞出 紧接着一大片阴虫扑过来 吓得奥利摊在地上大叫 很快DNA结果出来 和前夫完全一致 奥利替妹妹举办葬礼 打算尽快离开这里 谁知当晚接到神秘电话 一个模糊的男生 在那边喋喋不休 根本无法分辨她在说什么 奥利只当是骚扰电话 没有继续纠结 第二天一个巴脸快递员上门 让奥利签收妹妹的东西 那是一卷录像带 她放到电视上查看 只见画面非常模糊 一群身着黑袍的人 端着蜡烛 围着一个孕妇 不停转圈 似乎在进行什么诡异的仪式 很快黑袍人就剖开 女人的肚子 将里面的婴儿挖了出来 奥利身为记者 向来有冒险的精神 他一定要查出来 是谁给妹妹记这种可怕的东西 男同事会帮忙查寄件地址 奥利整理妹妹的背包时 看到里面有一本异教图 以及一台录像机 这时奥利接到一通电话 男同事找到了寄件人的地址 两人火速驱车前往此地 可这里的公寓楼密集又复杂 他们迟迟找不到18号 索性到一旁的杂货不询问 这只老板说 18号公寓里住着一个叫玛拉的女孩 看新闻好像是被人杀死了 这18号公寓 竟然是玛拉住过的地方 两人进入阴森的公寓楼 里面非常破败 门上有一个奇怪的石盘 其图案在录像带中也出现过 这扇门被铁链紧紧锁着 奥利想请妹妹书中夹了一把钥匙 就想用它尝试一下 没想到真的打开了锁链 男同事一推开门 就有一股恶臭夹着飞虫袭来 屋内拴着几根细铁链 上面吊着很多婴儿干湿 男同事找了一个布袋 上面写着玛拉的名字和出生日期 没得两人打开查看 一旁的窗户突然被打破 男同事独自下去查看 谁知道前脚刚走 屋里的东西就开始乱动 奥利吓了大叫 男同事纹身赶紧上来 好的对方没有出事 两人觉得此地不宜久留 拿起标有玛拉名字的袋子离开 他们回家后壮着胆子打开 里面装了很多邪物 发出阵阵恶臭 玛拉为什么要藏这种东西 整件事情越发扑朔迷离 入夜后 谨慎的奥利在房间安放摄像头 然后才会床上休息 可地下仓库的柜子又开始震晓 奥利装着胆子走过去查看 从柜底掏出一本书 此处也跟巴比伦魔灵有关 里面的变迁上提到了阿维 奥利决定去此人生活的村庄看看 第二天 玛拉的俩同事陪着他 一起去阿维生活的村庄 得灵库游 但一直到深夜都没找到路 附近的村民一听他们要去得灵库游 立刻情绪激动的感人 甚至端出了猎枪威慑 直到他们遇见了一位牧羊人 对方说 那个村子已经被稍微品地了 牧羊人非常热情 他告诉主角团 村里有一个树士 对阿维的事比较了解 有问题可以去找他聊 还嘱咐自己的儿子帮大家带路 几人就这样来到树士家 通过详细的谈话 奥利得知妹妹也来找过他 同样是为了打听阿维的事 话说了一半 一个疯疯癫癫的女人闯进来 他似乎是树士的女儿 女主人把对方拉回卧室 树士心酸地自嘲 他一直帮别人排有解难 却没法拯救自己的女儿 20年前 树士是德林库游里有威望的 伊斯兰教学者 村里本来一片祥和 直到阿维一家搬过来 村里的家畜开始无缘无故地消失 再往后 人也跟着离奇失踪 村民都患上了可怕的疾病 有一天晚上 阿维的爸爸找到树士 说他女儿被魔灵附身 叫着树士到自己家驱魔 这间院子里到处是飞舞的苍蝇 而阿维躲在凉亭下面 他四肢着地的爬出来 脸上带着癫狂的神态 树士问魔灵是何方神圣 阿维尖笑着答曰 库迪亚 女孩肚子里就孕育着魔灵的孩子 说完阿维就露出股胀的腹部 里面的魔物正在活动 阿维问树士知不知道是谁生了撒旦 然后就一把推开对方 伸出长长的舌头 其他村民闻讯赶来 闻手的几人 举着猎枪想杀了阿维 对方却露着肚子大笑 尖叫的声音让人不堪忍受 后来他的肚子就被神秘人剖开 孩子也被带走 村民认为是魔灵杀了阿维 所谓的魔灵与西方神话的恶魔不同 他们一直潜伏在人类身边 使对方入魔丧失理智直到自杀 奥利等人把那卷录像带放给树士看 对方认出石盘式甘瑞尔邪教的图腾 就在这时 树士的女儿突然发狂 吵着要赶走奥利等人 主角团无奈只能先离开 也许是白天受的刺激太大 奥利晚上被噩梦缠身 梦到自己怀孕 产下一个蛇毁的孩子 他归是神差的来到地下 结果被一个大叔捂住嘴巴 对方让奥利不要大叫 自己是马拉的朋友 他叫劳伦斯 是那本《异教徒》的作者 此次来找奥利 是想提醒对方赶紧离开 否则就会惹上大麻烦 劳伦斯离开马拉的房子后 就接到神秘人的电话 对方让劳伦斯不要多管闲事 紧接着一只怪物扑过来 被他开枪赶走 奥利在家非常害怕 想打电话找男同事过来 结果下一秒就被女同事扑倒 对方像是被魔灵附身 等男同事赶到时 他又恢复了正常 奥利内心不安 和男同事一起去找劳伦斯谈话 对方说 马拉对异教徒非常着迷 而且精通甘瑞尔邪教的事 劳伦斯昨晚潜入马拉家 其实还有一个目的 他正在为新属做准备 需要收集素材 所以才去马拉被杀的地方 寻找邪教的蛛丝马迹 奥利希望了解一下 甘瑞尔邪教 对方解释 该教的创始人 是一个叫巴龙的德籍土耳其人 他知晓希特勒所有的秘密 包括对方如何利用黑魔法作恶 巴龙还将所知的事 篡写成书 希特勒知道后非常生气 不仅查封了巴龙创建的组织 还把他囚禁起来 但神通广大的巴龙 逃到了土耳其东部 一个叫马尔丁省的地方 此地是马杜克的家乡 而马杜克是古巴比伦人的主神 巴龙觉得找到了归宿 就在马尔丁省落脚 他迅速在当地成立甘瑞尔邪教 在亚述和古巴比伦神话中 甘瑞尔是指进入魔灵世界的大门 如果有人想与魔灵取得联系 就必须通过大门 而门顶石盘上的图案就是魔灵 总之巴龙的邪教风生水起 不管是攻击会成员 还是巫术师 都纷纷加入他的阵营 巴龙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力量 足以召唤并控制魔灵 他要让希特勒付出血的代价 据说巴龙用黑魔法杀了对方 但他并没有止步于此 巴龙想创造一个更优秀的种族 所以决心制造半人半魔灵的混种 马吉人 甘瑞尔教徒让虚弱的女人与魔灵结合 然后挖出他们肚子里的马吉人 并将其抚养长大 如此看来 阿维和马拉都是被邪教徒杀害 其余的信息劳伦斯也不清楚了 他给奥利推荐了一名牧师 这个人就在马尔丁省 后不断查阅资料 不久后他接到邪教徒的电话 紧接着房间传来奇怪的声音 但室内并无异常 就在奥利疑惑间 一股神秘力量扯住他 并将其拉到18号公寓的诡异房间 那些马吉婴儿就在地上乱爬 奥利几乎陷入崩溃 好在男同事及时出现 唤醒奥利的神智 两人经过多日的相处 安身情愫 顺理成章的一起过夜 男同事半夜起来上厕所 他刚离开不久 一个浑身头发的怪物就拖走了奥利 男同事发现对方消失 赶紧到处寻找 好在奥利就在地下室里 另一边劳伦斯因多嘴被邪教徒盯上 他正跟牧师通话时 马吉人突然现身 控制劳伦斯举枪自尽 牧师猜到好友遇难 第二天就找奥利谈话 他四处巡视马拉家里的房间 找到了藏在柜子后的符咒 根据上面的信息可知 马拉也是邪教徒 他自愿通过那道神秘门 并与里面的恶魔凯布尔结合 所以怀上了所谓的麻吉人 而凯布尔还被囚禁在符咒中 奥利不相信妹妹加入邪教 因为对方明知道阿维的下场 这其中一定有隐情 想要弄明白真相 就必须召唤出凯布尔 牧师和助手开始招令仪式 魔灵进入了助手体内 在她的肉身中不断挣扎 这些魔灵在一旁刻下一串神秘字符 这也许就是马拉入教的原因 奥利觉得这一串字很熟 妹妹有一张蝶片就叫这个名字 几人打开查看 发现马拉在蝶片里留了几行字 她似乎认为自己不会死 而是会借助邪教仪式重生 这时牧师突然把蝶片上的耶稣 对准男同事 然后一刀刺中对方 一串黑气钻出她的口中 牧师掀开男同事的衣服 上面有一个特殊印记 原来她也是邪教成员 这说明甘瑞尔教盯上了奥利 因为他们会寻找内心空虚绝望 曾经受过创伤的女人做目标 让魔灵寄生在男教徒身上 逐渐诱导对方 并与之结合实现所谓的重生 而奥利几个小时前 刚和男同事发生过关系 他的肚子里也有魔灵之子 牧师和助手赶紧捆住奥利 他们进行了一个危险的仪式 让牧师也进入那道门 他在里面找到着魔的奥利 用渗水拖醒对方 牧师正想将奥利带走 不料那两个伪装成马拉同事的魔灵现身 他们还刺死了门后世界的助手 现实中的助手也感到脖子震痛 他猜到牧师有难 赶紧把圣器丢到仪式圈内 门后的牧师捡起圣器 赶走魔灵 成功救下了奥利 不料警察破门而入 以谋杀男同事的名义 带走了牧师两人 原来警察局长也是邪教的人 他们抓走了刚苏醒的奥利 女主也没能摆脱被献祭的命运 影片到此结束 慰藉黑魔法与邪教异端元素 整体风格非常诡异 不管是故事还是摄影方法 都是我们不熟悉的土耳其风格 所以影片涉及的各类神话传说 绝对是最大的亮点 极具土耳其的本土特色 非常引人入胜 可惜因为经费有限 魔幻特效比较让人出戏 没能带来更好的观影体验 全篇长达132分钟 导致故事稍显繁琐涌杂 不适合花费时间 观看原片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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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